欢迎回来感恩大家点进来我的视频 今天我们来包清甜好喝的雪梨水 希望大家会喜欢 雪梨清凉可口 营养丰富 不少人都喜欢吧 它当成是日常生活中的保健佳品 将雪梨制成雪梨水饮用 雪梨以良性著称 可以润肺止咳 清热解毒 雪梨含丰富甲质 加油帮助身体维持水分 脚会经汗和尿液流出体外 运动后出大量汗 雪梨水不是为一个补充甲质的好饮料 雪梨富含膳食纤维 有助于促进肠胃道蠕动 可预防便秘情况 记得要收藏食谱了 不然划走怕你找不到我了 一起开始吧 清爽雪梨水 材料有雪梨红枣 雪梨去皮切片 比较笋 雪梨哪い 雪梨 雪梨 中文字幕志愿者 红枣洗净剪成小片 雪梨中火煮沸 烧开后用漏勺或汤匙将浮沫去除干净 下红枣小火煮10分钟 下适量冰糖调味 清澈清甜的雪梨水就可以吃了 清甜好喝 大家也试一试吧 冰糖雪梨润肺止咳防干燥 真的很好喝 我每日都会上传双语视频食谱分享给大家 中午是中文视频晚上八点半为英语版本 欢迎大家关注收藏食谱 记得要关注我的频道 那么就不怕找不到我了 我的频道有三千多个食谱 一定有您喜欢的食谱哦 不懂要煮什么就翻一翻看看找灵感吧 喜欢烹饪的朋友不妨考虑关注我的频道 有更多美味食谱哦 如果可以请给我一个赞 是给我最大的鼓励 感恩大家 还没有关注我频道的朋友 也别忘了要关注哦 怕您要做这食谱的时候找不到我哦 我喜欢简单食谱 因为我相信美味的食物也一定要简单可以快速完成 毕竟每天的事情开这么多了 对吗 我的频道里还有更多美味的简易食谱 有兴趣的朋友记得也要去看看了 一个拳头大的梨也就一百克 饭前加餐吃一个 还能增加饱腹感 有助于控制食欲 帮助减肥和控制体重 抗氧化抗炎 梨含有多分类化合物和黄铜类化合物等抗氧化成分 不仅能帮我们清除体内多余的自由基 还能起到抗炎的作用 梨当中含有很多丰富的纤维 这些纤维能够减少人体对脂肪的吸收达到减肥的效果 因此在晚上吃梨是不会长胖的 如果减肥期间晚上肚子经常容易饿的朋友 可以多备一些梨在家里 梨含果酸较多 胃酸多者 不可多食 梨有利尿作用 咽尿品者睡前少吃梨 血虚 胃寒 腹泻 痰多的患者不可多吃梨 并且最好煮熟再吃 以防湿含症状加重 梨含糖量高 糖尿病者甚吃 我每天都会分享美味食谱 不要错过了 谢谢观看我们下一个视频 不见不散了 我们下一个视频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